其實我曾經去新加坡 新加坡有F1賽車 對 那個飯店訂不到 然後特別是你訂F1賽車 開過的那條街道旁邊的飯店 Marina Bay 聽到那個聲音多爽 很貴很貴 對 台灣其實是賽車的沙漠 沒錯 所以 我要給你拍手 這是你講的 就比較有公信力了 我講的人家會說 你一趟那邊幹掉的 所以 真的啦 真的是 是 那臺灣不是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對啊 臺灣其實應該要發展 我們搞了四十幾年 到現在還是大盆灣 然後還在原地踏步 所以懷祖 他有這樣的夢想 願望想要去實現 對 這個很好 從小開始栽培氣 對 那懷祖他跟千金 他的千金拿下了U.C.R.A 華盟拉力賽的亞軍 這個了不起 那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這是我們剛剛過 剛過的週末 然後呢 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 通常這一賽 賽段裡面都是封路的 你可以想像 這麼窄的路 這個是在臺灣嗎 在臺灣 在銅蘿 因為我看到檳榔樹耶 在銅蘿 好 在銅蘿 苗栗 對 你看到那個時數有沒有 這是七十二 對啊 在這樣的路上面 OK 好 這個是幾cc的 那是 一千六 二點五 二點五 後期 好 這是誰開 你開還是他那個 我女兒開 我女兒開 然後我是副駕 女兒幾歲啊 我女兒啊 我講的話會 他會罵人 他剛過三十 他剛過三十 年輕啊 年輕啊 你跟你女兒這樣一起開 會不會吵架 每次在那邊 有時候抱一抱 抱一抱 爹地 慢走 然後我說 OK 然後或者是 我有時候告訴他 提醒他 你知道 我說 Lift Lift的意思是 油門要放 他說 爹地 爹地 Shut up I know what I'm doing 你聽到我們整個的 你聽到我們整個的 那對話的話 你就很叨刀啦 對啊 但是他就覺得 可是我覺得 為什麼要 我女兒要當政家呢 其實 為什麼他就 因為我撈刀 因為我們年紀大 我年輕的時候 可能還開得很猛 但是因為你的年長 然後你變得 我是人越老會越孬 不是因為 怕死你知道 是因為你已經知道會 而且我當 賽車主播當了幾十年 我完全知道後果會怎麼樣 假設不那樣子的話 不過老實講 婦女能夠一起開車 也是一種幸福 我覺得那是一種 天賜的 你房子買在哪裡 宜蘭 宜蘭市 為什麼買宜蘭 因為我跟你講 他上漲的空間好大 現在已經要狂飆了 你買多少錢 我那時候買 我碰到正好是疫情錢 對不對 我那時候正好是人家 那種投資客 然後他三年的那個 他住了兩年 是新蓋好的那一個建物 他是我們那個就是 一個社區裡面只有十二戶 然後每一個都是六層的套梯 然後他最重要的兩個沒有地下室 那個在宜蘭千萬不要買油地下室 因為太潮了 然後我第一樓就是兩輛車的 雙車的 我兩輛兵是可以停進去 然後外面只要是 你不要擋到人家車庫們的 都是你的天下 有有有 所以對我來講就很爽 你住在宜蘭多久了 疫情之前搬去的 2018年 我記得是8月份 然後我們就在 我就到南非 然後到德國 回來就碰到疫情 那住那個房子 最享受的地方在哪裡 我到了樓上一看 藍天 人家雖然說宜蘭常常下雨 可是實際上你知道嗎 宜蘭還好 還好 而且在那邊買房子 有一個秘訣 就是平常你很怕膝塞對不對 在宜蘭你要買 最好有一點點膝塞的 才溫暖 就不會長霉 這會少一點 我就是買膝塞的 聰明聰明 因為我們的年紀 然後我們到了 所以我們特別要膝塞 要一些太陽 對 然後那個 真的很舒服 因為膝塞的話沒有關係 現在處理膝塞的 這種你可以避免的方式 有很多 其實都沒有關係 對 我就覺得這樣子 果然是我們發霉的那個 就比較少 因為我們的那個是 就是歐洲工業風的那個 就是黑色跟白色的 那個外牆是白色的 那種文化石 沒有膝塞的那幾戶 真的上面就開始長青胎 所以你跟太太住而已 是不是還是 他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一起住 他們兩個都雲嬰未嫁 阿姨啊 你今天要遭婚嗎 不要 他最好就是永遠待在爸爸的身邊 爸爸媽媽身邊 你今年貴庚啊 我剛領那個 六十五 六十五 這公車逼三生的那些 對啊 那就很爽啊 六十五 我覺得你沒有任何的退休的資金的問題 因為你很熱情 怎麼會沒有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因為在這個整個疫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受傷蠻大的 因為原來就是靠 要飛來飛去賺錢的 國境一封鎖 整個都完蛋 不能出境了 對啊 那還有就是那個 台灣這邊原來 第一年你不會覺得 因為第一年你還有一些 那個合約是 到延續到明年的嘛 那就沒事 可是那個一完了以後開始覺得 以前花錢大手大腳的 可是我看你頭髮的錢也省了嘛 刮鬍刀的錢也省了嘛 所以那時候其實開始你知道嗎 我就有點焦慮了 我就開始覺得有點焦慮 是是是 那現在還有這樣的焦慮嗎 有啊 我已經看了身心科的醫生 大概看了兩三年了 怎麼了嗎 其實我都一直懷疑 我有ADHD就是過動症 OK 因為小時候永遠是被老師撇評語 就是聰明活潑 所以說愛講話不用功 然後耗動 一直從小到大就這樣子 那後來我想一想 你要做測驗對不對 然後看身心科醫生啊 你不但有 然後我有一陣子覺得很沮喪 OK 不光只是就是這個整個疫情而已 那個疫情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幾乎是看不到未來嘛 真的任何我們誰都沒有想到 對不對 然後你就看到你的那個老本就這樣 你知道嗎 那你就很擔心啊 那那時候我又聽到有朋友就這樣子很年輕的 那五十幾歲的就這樣子走了 你知道 而且有的是自己了結的 你知道嗎 他們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 那你去看身心科醫師怎麼說 什麼症啊 他就說OK 我第一個是有這個憂鬱症 不曉得你人生這麼坎坷 看起來你有快樂的人 我帶外情隊的時候 好 好 有更精采的 哈哈哈哈